接下来请收看时矿转播 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要做的是懒人餐 懒人 听起来好像这么拍天爱对不对 其实我想每个妈妈一定跟我一样 一下班回家要做菜 要看小孩的功课 真的有时候每天做真的会很累 所以偶尔设计一下懒人餐 让今天让你回家通通不要动锅子 就可以做上一桌的好菜 大小都一 美味好吃省力气的懒人餐 请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懒人餐 大家好 我们这一餐这一道菜 是要介绍的是懒人餐的第一道菜 叫红毛苔加松丝 非常好做又非常好吃 真的是虎和懒人餐都不要动到任何你的厨具 所以我们来介绍红毛苔 这边红毛苔好多种 还不止这么多 还有更多 其实红毛苔大 那个大红小益 都是同样东西去做的 只是做的口味不一样而已 看哪一家做的好吃 你们自己平常喜欢哪一家 那红毛苔有的里面有加压果 有的有加什么海苔 有加什么 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其实你哪一种要来做这种 红毛苔苔松植汤的话 都很方便 我们是只要选择红毛苔都不要加其他东西也可以 那你要加有松植的 或是有压果的都可以 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因为我们要主题是 红毛苔松植汤 所以我们就主张通通不佳的 原味的红毛苔就是这种的 看见大家都知道 这种的红毛苔就可以 夏天又这么热 里面挤得满满的 我们来先从豆腐介绍 固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叫做凉拌嫩豆腐 凉拌嫩豆腐 豆腐实在是种类很多 你看看这边 你看豆腐就有这么多 你看 这个就是嫩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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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叫 这个叫火锅豆腐 大家看一看 这个叫火锅豆腐 这个叫火锅豆腐 一样也是很嫩 但是这适合煮火锅的 然后这个叫做板豆腐 通常豆干肌 炸豆腐就是用这种的 那个卖的豆腐 椒盐豆腐 什么东西用这种的 那我们今天要用的是 这一种的 它这边写超嫩 中间有写个超嫩 因为我们既然要做凉拌豆腐的话 要买这种超嫩的豆腐 那看人家人多人少 你就自己选择 也不一定品牌 不一定什么 选择超嫩嫩嫩 做凉拌一定会好吃 好 然后我们呢 这次要再做的这个 是面团五味 你看面的东西 面食的东西这么多 有这个面肠 有这个加速度 这个都是面粉制作的 面肚 那我们要的是 这次要做的是 面团五味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的呢 其实这个也是 跟那个是 主材料是一样的 只是造型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而已 因为我们这次要用炖的 面团五味 有一点红砂 有一点炖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要选择炸过的 这种炸过的面团 做起来比较不会松散 而且真的 比较不会松散 而且比较口感会比较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面团 那这种面团没有炸过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这一种 就是这一种 好 这种是我们一般 面团就是这个 但是要 我们要做五味面团 要炸过是用这个 那你假如说 你自己不想吃炸的 你也可以用这个 去炒一炒 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是把 把这个这样剥开而已 剥开 那把它剥开 就这样去炸 就是变成面团 造型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好 我们这个面团五味就用这个 好 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叫懒人餐 我想这个懒人餐听起来好像觉得 大家女生都很懒惰的那种感觉 其实懒人餐是一个对上班族非常需要的事 这也是 我想到这个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上班族 我想到每天回家 要看小孩功课 又要做饭 又要洗衣服 真的很累 所以我想到懒人餐这一部分 所以我想很多上班族都非常的需要 都不用动到瓦斯 也不要动到锅子 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 大概20分钟就可以把懒人餐做好 所以请大家跟着我们嘉玲师姐 她来做 她这个是 她做这个懒人餐是她有感发 她学过以后的心得 她可以说说 你这个 我们上班族下班回来 小孩等着说 妈妈我肚子饿了 一听到下班回来已经很累了 还要等着我吃 真的 现在有研究 周老师研究好多懒人餐 我觉得好幸福 一回去也给小朋友也可以吃饱 我们也很轻松的 我们上班族妈妈都可以多学习 你不要小看懒人餐 你也可以说懒人餐 可是也是 营养度很丰富 你们就跟着我们学习吧 你看看她做的懒人餐怎么样 我们首先来介绍 你先放水下去 那很简单 用家里的 那饮水机的水就可以了 热水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饮水机 只好用锅子煮水 很简单 她再当做饮水机就好了 其实我们都不用用到锅子其他的 我们懒人餐用的只有几种 第一个就红茅苔 红茅苔 是吃素的人差不多最重要的一个食材之一 那还有芹菜 还有松子 其实这些东西你也可以换你喜欢吃的 只有红茅苔不要换 红茅苔不要你也可以用海 海苔也可以 红茅苔它有很多种 也是种类很多 其实都是主要 因为红茅苔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随便买一块就可以了 这个品质好不好 这个我也没有每一种都吃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吃起来都差不多的感觉 你看看红茅苔这么简单 那这红茅苔它煮熟了 它就这么简单 煮熟了 它就把全部的东西放在 看你几个人吃 你人多你就放多 你人少就放少 甚至有很多上班族跟我怎么讲 我们有很多上班族来上课 来社大上课 他怎么说 他说老师 我带一包红茅苔去上班 我每天都有汤喝 大家好羡慕我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效率 大家上班族都很开心 你看它水已经煮好了 好 我们来看看红茅苔 他家三个小孩 这样多少 随便你们还用多少 把它放下去 非常的简单做法 好 他在这里做就可以 放下去红茅苔 然后呢 加上一点调味料 就是一点盐 因为总要有一点咸味 加上一点点香菇粉 也不要很多 一点盐 好 这样 然后 你看看松子 松子你买现成的就可以 不要买自己的灰 再烤松子很麻烦 所以已经开了 好 好 把东西等一下 这个放下去 那个芹菜末 因为加点芹菜末会很香 好 还有松子 松子顺便把它 没关系一起倒就可以了 好 松子放下去 好 水倒下去 好 这个全部把它加下去 再撒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会更香 好 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会更香 你看看这样上班是不是很方便 我想每一个人都很想学这个 都不要会事 来 有的还会放其他的菜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芹菜 或者看你想要放其他容易充熟的菜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想要的青菜 切成末都可以 就这样就一道菜 一个午餐吃便当 配上一个红茅台的汤 真的很棒 你们家小孩子觉得怎么样 小朋友说我妈那么好喝 你有多学习 回来煮给我们吃吧 有没有信心 有 那缅甸有没有这种东西 好像缅甸也没有 红茅台 缅甸没有 那海苔总有吧 海苔也没有 缅甸没有海苔 缅甸没有海苔 缅甸周围都比较靠海的地方都比较少 那你用回去 我一定要买回去给我爸妈喝 对不对 吃素他们缅甸是宗教国家 是宗教国家 所以带这红茅台回去是最棒的 大家都可以到那边来做一个很棒的 红茅台下售货物 对不对 红茅台松子汤 材料有 红茅台 芹菜 松子 调味料有 盐 香菇粉 胡椒粉 做法一 将红茅台放入碗中 撒上芹菜末 加一点盐 胡椒粉 松子和香菇粉 从沸腿 沸腾至开水 即可完成一道美味又营养的汤 再来这一道菜是凉拌嫩豆腐 海苔凉拌嫩豆腐 海苔素松 这个是海苔素松 它海苔素松也会有很多种 里面有加芝麻的 有加什么 很多你自己选择你要的 有加红茅台 各种都有 那我们一般的嫩豆腐就是买 买的 这个一般的嫩豆腐 一般的嫩豆腐就可以了 那这个都不用煮 都不用煮 那再来就是芹菜末 因为这个都可以生吃的东西 还有 有一点红椒 红椒 因为搭配颜色 也 这个营养也不一样 加在一起 那这个是松子 我们这边搭配在一起 就很好了 来我们请这个嘉宁师姐来示范 来坐在这里 好来 对 他就把芹菜末切好 你上班的话都可以带着他走 上班的话你都可以带着他到公司去 想要吃饭的时候 好热 就拿着这个拿出来 一倒过来 把这个素松拿出来 一小包的素松拿出来 倒下去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凉拌豆腐 到公司去 还可以请很多同事吃 大家一定会爱死你的 对不对 好 好 比如说 在哪些公司 不同口味坏话来吃 对 大家都 那个嘉宁师姐她想到这 她说 自从学了这个懒人餐以后 我真的 我的孩子很快乐 包括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很快乐 因为这个是回家 通通不要花时间 回家 她说不到20分钟 一餐就完成了 只有烫个青菜 我想烫青菜我们不用浇 烫青菜浇了 真的浪费大家的时间大家都会 所以我们简单的做这一些 好了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够了 不用很多 那这个豆腐呢 通常有的人说要不要再蒸过 其实这种不需要蒸过 但是假如你真的你想说我这样不安全 我要再把这个豆腐我拿去电锅蒸热了以后 吃热的也可以 老人家不喜欢吃热的 不喜欢吃冷的东西也可以 那把它蒸过再给它凉 这个就无所谓了 那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今天事做没有老人 所以我们只是对 正对一般的正统的这一些 这个正统的一些凉拌的东西 就可以了 好来嘉宁师姐 OK 就这么简单把它打开豆腐 然后倒扣在你所要装的盘子上面 那装上面的时候最好你还 还可以用刀划上挤划 因为免得等下 哇那么一大块不好吃 你看他把它划上挤划 这样你要吃多少块都可以 大块小块你自己蒸怎么办 好就可以了 好把它把那个 把海苔树松撒在上面 就这么简单 海苔树松撒在上面 好这么简单树松 这个树松一瓶买回来 可以用很久 你可以放在冷藏 放冷藏的不容易坏掉 但是你不要买太大罐 看家里的人口多或少 你买很大罐吃了很久 还吃不完那也不好 这样差不多就够了 看要多要少就看个人 有人想我想要吃多一点 那就放多一点 好这个加上这些 那个芹菜芹菜蒙可以多一点点 还有那个 要加一点那个红色的红椒 红椒 好 再加一点 好这样OK了 再拿上树蚝油 这红椒我们来可以把它多一点 多一点 比较好 颜色好 每个多少就没有关系看个人 只是说因为这样一起吃的话 没有感觉到小孩没有感觉到吃 还红椒黄椒 因为台湾的小孩很不喜欢 多一点点 这样不够 旁边 多加一点点 来 这样来 OK 这样就好了 然后再加上 你看我们虽然高贵不贵 我们从几颗松子 就显得这个菜的提升都高了 因为通常 一个豆腐几块钱 好像这个菜好像很便宜 对不对 你这样几颗松子 你要请客人的话 我觉得很高档 对不对 这个整个菜不错 大家都知道 松子一斤块一千块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加上几颗松子 你看看 这成品 你看看 大家都会做 你看这个懒人餐 老少学义都非常的喜欢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懒人餐 懒人餐 凉拌嫩豆腐 材料有 嫩豆腐 海苔薯松 香菜末 调味料有 香油 素蚝油 松子或花生 做法一 做法一 嫩豆腐打开放盘中 上面铺海苔素松或香菜 淋上素蚝油或香油即可 再来我们要做的第三道懒人餐 就是这一道 这个叫做面团五味 为什么叫做面团五味呢 因为 除了面团以外 还有五种东西 你看看 我们都想到 你看有 黄地豆 有红萝卜 有猴头菇 还有 那个 那个 生的那个腰果 因为炸过的比较不好 不适合 在煮 还有香菇 香菇你也不要买很大朵的 因为大朵的 切当然也可以 所以我们买的刚刚好都不用切都不用动刀 所以呢 这面团五味呢 你看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这个营养非常的均衡 你自己做也可以做成 面团六味 七味 八味 九味 十味都可以 你想到什么你都可以把它加下去 但是记得要加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色香味 因为我们想过 一个吃的东西一回家 一看到一打开 哇 就这么颜色这么多 这种丰盛的一个晚餐 大家都会食欲大增 食欲大增 所以我们今天来 一方面我们也请那个 那个佳玲师姐 让她来切一下 面团不要切得太细 因为太细 炖过的话 会比较烂掉 这个 这个是炸过的面团 你既然要买生的面团 来自己炸也可以 但是我想这样比较 耗油又耗时间 而且又有回锅油的存在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买这种的 你看它切好的 通通丢 通通丢在锅子里面 你用炖锅也可以 这个是电锅的锅子 所以我们今天通通不动瓦斯 一点都不动瓦斯 我们把东西切好了 切大块一点点 跟面团所有的东西 你看它红萝卜切好了 对不对 然后把所有的都不要管它 就让一倒就OK了 这样子的话 你看我们都不要去动锅子 这样放下去的时候 再调味 调味很简单 来在这里调 好来 我们把这个水 来 我们把它来酿水 我们家中常常有饮水机 我们做出来的水比较干净 要多一点 因为这个水要多一点 OK 可以 要倒下去要能够淹过这种食物 能够食材 好再调味品拿来 我们是加一点树高汤 多一点 好 还有 树高汤 然后 然后 树还有多一点 因为我们都不加盐 都不加味素 所以我们要树 好可以了 OK 树蚝油 加一点那个豆豉 这个 可以 好没关系 好这个是那个豆豉 咸的 豆骨 有人说豆骨 有人说豆豉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就是湿的 一定要买湿的 因为这个湿的比较好处理 而且又香又甜 好可以了 差不多了不要太咸 好 好这样就好了 还有什么 还有香菇 那个沙拉油一定要放 因为这里面都没有油的话 炖起来会太干涩 这样就可以了 好拿来拌一拌 就这么简单 一回家把所有的东西都丢 然后 就拌了这些东西 树 树高 反正你要加什么东西 你要加一点辣味也可以 加什么味 通通可以 就把它这样搅一搅 搅拌好了 你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口味 看有没有 咸度的甜度刚好 你自己是慢慢去 去 好通通倒进去 好全部倒没关系 好 这样就好了 这样好的时候 你在家里 你有电锅要煮饭 回去洗个米 放在电锅里面 然后把这些 比如现在电锅有 有家常醒的有盖子 或是什么 或是说你本来 你可以就直接把它放在电锅里面 一放电锅里面 那你就按一下 你就可以去休息了 休息15分钟左右 回来的时候 这一锅就是晚餐已经OK了 通通不要炒 也没有油烟 也没有任何的 冻到很多锅 锅碗瓢本通通不要 所以这样这个就已经好了 好我们把那锅做好的 拿来 我们已经炖好 一锅在这里了 来 因为炖要时间太长 所以我们炖一锅在旁边 好慢慢倒没关系 不要急 这个炖了很久 这个大概炖了差不多40分钟 所以豆子有一点黄掉 其实豆子黄掉 其实不好看而已 非常的好吃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个豆子 还有你看看有腰果什么 营养非常的均匀 这个菜就全部完成了 好上面放一点 颜色 好这样这个菜就全部 你看看 你要吃10个8个 还是一样20分钟 不是说我今天这样 很多人怎么办 你20个也是20分钟 所以不管人多人少 通通没问题 这个就是懒人餐的 面团五味完成 材料有炸过面团 香菇 生腰果 猴头菇 红萝卜 红萝卜 黄地豆 调味料有 高汤 素蚝油 沙拉油 湿豆豉 做法一 将所有材料洗干净 放入蒸锅中 二 用另一个碗 放入素高汤 沙拉油 蚝油 和湿豆豉 加入水搅拌一下 倒入蒸锅的食物上 要满过材料 按电锅蒸15至20分钟即可食用 这一餐免用瓦斯 营养也很充足 回家20分钟后即可用餐 慈悲心会彻底转化我们的心 扭转不善的念头 行为 慈悲心不仅是我们自己安乐的基础 也是一切友情幸福的泉源 如果要让所有受苦众生安乐 我们必须升起慈悲心 珍惜生命的实践 就从吃素做起 动物在暴力杀戮之下 苟延残喘 宛如一场人间的悲剧 只要少吃一餐肉 便可拯救那些无辜的动物生命 免于残忍刀下 让动物的生命 获得更珍贵的尊重 像喂养只为成一时 口服之欲的动物的那些粮食 用来造福更多贫困饥饿的人们 生命将会让世界绽放温暖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